其實協力它就是一個喘口 那就是有活動我們就是要聯絡我們的組員 清風姿姊 吃飽了 吃飽 那聯絡組員這個部分 對我來說應該是比較OK 可是因為我本身做事情就比較急 就会感觉说 我们既然就是已经来做慈祭了 所以我活动跟你讲了 你势必就要去做 所以我的声调什么 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好了 只去想到做事 从来就没有去想到做人 所以这样子 只希望要把事做好 我就变成是重效率 那我就剋裂到做人的这个部分 那有时候就是 难免就为了 赶快把事情做好 那我就会跟师姐他们的口气 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柔和了 师姐 妈妈你们快点啊 感恩不已经都来了 那我也知道我自己这个个性 所以走越久 我就越来越知道说 其实很多事情 不是说你一定要 做到一百分 因为没有什么 可以说做到那么的好 那么的完美 37朱刀品讲的那一段 我们身为宅道器 那我们就是要花回我们的良感 做利益人群的事情 我希望把人这个部分 我要做得更圆融 做得更柔和深圳 这才有符合到上人跟我们讲的 事理圆融 人缘事缘笔 人缘事缘笔 这样子吧 对不起 我希望你能思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